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共中间最薄悦的一个环节 一个短板 无论是国内的游客还是国际游客 对我们在厕所上面的这个问题意见最大 正在这个问题 我们发起了厕所革命 习主席对这次对这个厕所革命非常重视 做了明确的指示 要求我们扎实的 坚定不一的往前退进 去年呢 全国新建和改革建厕所 两万两千座 今年将要超过两万五千座 明年还要继续退进 而且这个厕所革命啊 不仅是在景区景点来建厕所 还要在全域 我刚才讲的 在景区之外 沿线都要建 而且不仅在城市要推进厕所的建设和管理 还要在农村 所以要让厕所革命啊 要输入到全国城乡 普及到景区景点内外 不仅在城市要推进厕所 不仅在城市要推进厕所 不仅在城市要推进厕所